各位觀眾 早上歡迎收看星期二早上的天氣報告 受到一股西南氣流影響 我們今天的天氣情況仍然會有些著雨 在雷大影像我看到 不僅僅在香港 基本上整個廣東沿岸的地區 不時都有些著雨的發展 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也看到 廣東沿岸地區越來越多雲 而且在華南的北部 甚至一直到廣西 有道相當廣闊的雲大覆蓋著 這裏雲大與一道低壓槽有關 我們預計與低壓槽相關的不穩定天氣 未來的一兩天都會影響我們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今天會大致多雲 有幾陣的趨雨 局部地區有機會有雷暴的發展 今天天氣都很熱 最高的氣溫會有32度 風勢方面就會吹這個和風至清淨的西南風 未來的一兩天 當受到低壓槽的影響 我們的天氣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廣東沿岸地區會不時有雷暈區的發展 我們預計未來的一兩天 我們的天氣情況會有趙雨和狂風雷暴 不過去到接運周末的時候 天色會好轉一些見多點的陽光 好了 這次的天氣報告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再次的天氣報告